我就是你的小奴仆啊 小奴仆就是你只要講話就可以出一張嘴就好 自發性的小奴仆就是要主動照顧完這些小貓貓小狗狗們 挖貓沙其實你也不太適合 雖然說Eason也是說你挖完洗手就好了 可是我就覺得 他連洗澡都洗不乾淨了 真的就算了 然後我真的很可怕一樣 我一整天都很公主嗎 除了早上是公主型的孕婦之外 其實他時候就是一個會走路的公主啊 真的 還要不要這樣子 苗莉啊我不是在幫你沖水了嗎 不了 好啦等一下 你今天脾氣很暴躁喔苗莉 那碗就很大 你不是喜歡大碗水嗎 給你一個超大碗的水耶 好啦 來來來 溫熱的先給你喝 不要吵喔 來 喝水了 我幫你裝飼料 我幫你也沒事 不打啊 來 妹咧 吃飯 我幫你們開個氣氛燈 好啊 有沒有 來 吃飯 好啦 貓就是這樣 因為貓很容易受驚嚇 所以就會讓貓先吃 吃完之後差不多要把狗放出來了 有隻狗已經在躁動了 放出來之前我要先鋪尿蝠墊 鋪尿蝠墊我才會放牠出來 放出來啊 放不出來囉 吃飯了對不對 想出來嗎 哎呦妳好爛冷靜一點 寶貝冷靜 等等 沒看過像妳那麼愛撒嬌的狗 OK 吃了 吃 我好像就在這裡陪妳 快點 陪妳吃飯 啊妳吃飯還要保護我待在救妳 我可以去挖貓沙嗎 妳可以乖乖吃飯讓我挖貓沙嗎 離妳很近 趕快吃囉 快點 乖乖乖 我其實也很想好好陪妳吃飯 可是妳兔房媽媽懷孕了 盡量避免讓她挖貓沙 所以我就這樣挖 啊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挖囉 吃飯喔 吃飯喔 妳不要一直跑來跑去的趕快吃飯 一頓飯吃多久 快點 去吃飯 妳不要陪妳是不是 吃半個包 好 這樣呢 那是半個包 要打嗝啊 寵物弄完差不多快要半個小時 因為還要和寵物撒嬌的時間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差不多要去叫醒母兔寶了 怎麼叫醒就是要把窗點拉開 讓她開始感受到外面的陽光 世界很美好 她就慢慢醒過來了 所以我想去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趕快去上廁所 妳還沒上廁所 而且妳玩具為什麼妳知道要亂溜 煩耶 哇 這裡是小媽媽耶 她來了 好可愛 然後每次我竟然就會看到 她抱著我的小王貝貝 把她當作遮陽服 這樣 留一個縫給貓 然後妳不能太大聲吵趴 基本上我就是去開個窗簾而已 但她出行過程中要準備我們的早餐 小胖 妳也是我派出去叫醒我老婆的一個 很重要的軍隊之一 要了已經進去了 妳現在是第二個了 送到門口 去 希望我的貓有順利把它叫醒 我對孤單的自己喝早餐 等我喝差不多我就要去看一下她其實從不美 她只要有做起來都是好得開心 好 去檢查 婦老婆終於要起床了 她會自己乖乖的出來 我就只要坐在這裡等她 陪她吃早餐聊天這件事情 祝伯早安 乖龍早安 終於願意起床了 公起來好嗎 好大喔 好大 好 趕快去吃早餐 快點 去吃早餐 今天幾顆 早上三顆 貓貓可愛嗎 換蛋了 你終於起床了 你終於起床了 真是尷尬 我大概都會花多久時間起床 正常情況下 我起床之後的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後 請問你在這段時間你都有什麼心得嗎 我其實真的來自心裡真的很好奇 我從來不敢問你 因為有時候覺得蠻可怕的 所以我這一次很可怕 我從來沒有問過你那些在想什麼 好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蠻尷尬的 你前期前三個月 非常不舒服 你其實就是 只想躲在床上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你光是搞好你自己 你就蠻天蠻地 做家事我覺得就算有點不舒服 那你到了中期之後 其實最近開始 我就覺得你肚子變大了 一直這樣做一些起立啊 蹲下 然後什麼 彎腰動作 其實真的到中期的時候 你大概只會舒服一個半月吧 家事就是要起立蹲下 或是要彎腰 然後我每次只要起立蹲下 我就會 呃 對 你就腰很痛 那我就又覺得 嗯好啊 算了 懷孕好像真的很辛苦 那算了 如果看你肚子那麼大 感覺真的不舒服 那如果說中期開始就已經這樣的話 一直到你 會越來越嚴重 會越來越大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算了沒關係 我就習慣就好了 不然你看我在那邊餓餓啊啊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你會覺得說你跟我坐好在那裡就好的 對 欸你看過這麼多孕婦來說 你覺得我是來型的孕婦 因為其實我有聽過有幾種 這是孕婦自己說 不是他的老公 或者是另一半說的 他說他覺得他自己是歇斯底底型 無理取道型 因為荷爾蒙改變情緒 就是很多 其實蠻多好像是這一型 我聽到的孕婦自己形容 歇斯底底 或者是又哭又消息 現在沒有讓我得到我想的東西 我整個就是 情緒大崩潰 不然能理解孕婦得不到立刻想要的東西 會 沮喪 會有一種情緒 但每一個人的情緒可能不一樣 好像大部分的情緒就是會覺得 爆炸型的 我聽到很多是這樣 然後很多孕婦懷孕完 回去想想自己自己孕婦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是瘋子 這些都是孕婦 自己懷孕的人跟我講 一一半都不敢講 吵罵就是 對不對 那你覺得我是哪一型的 我覺得你情緒相對穩定 可能是因為我覺得你 一吵就馬上給你 一吵就給你 就不會爆炸 我覺得你就像是一個小孩 就像小孩吵的時候 喔幹嘛 然後塞給你 不要吵這樣 就可以變化 除此之外 我覺得你是一個 我就是你的小奴仆啊 這個意思你可以明白嗎 小奴仆就是 你只要講話就可以 出一張嘴就好 甚至呢 小奴仆要做 你一個眼神 一個重 我到底會怎樣啦 也不會怎樣 像自發性的小奴仆 就是要主動照顧完這些 小貓貓小狗狗們 挖貓沙其實你也不太適合 這個我要先叮嚀一下 孕婦不適合挖貓沙 就是派貓大便裡面有什麼寄生床 雖然說 醫生也是說就是你挖完洗手就好了 可是我就覺得 他連洗澡都洗不乾淨了 那我就算了 洗澡水不乾淨我要複助一下 他的意思是 泡泡沒有沖乾淨 不是髒東西沒洗 好沒關係 隨便就是洗不乾淨 所以我就這種事 我自己來說就好了 準備早餐 如果我等到你 我才吃到早餐 我應該可以喝死 所以既然我都準備我自己早餐 我就順便準備你了 其實對我來說不是太難的事情 畢竟你也知道 我做食物其實做很快 如果讓你來做的話 我可能會弄我三 所以我要生病的話 結果就毀了這樣 就是我還是早餐好自己健康 照顧很健康 食物我來處理 然後家事我來做 因為洗衣服啊 你要晾衣服 之後要彎腰 要拿起來拿起來這樣 我覺得算了 還是我自己來 其實我聽完之後 就有一點微微像那個 穿著Prada的惡魔 就我很像那個老闆 從我出房間門之後 整個家裡都被打理好了 然後你跟貓都很忙 我就是優秀的小奴婦 一個眼神一個皺眉 就馬上調整 調整得很好 然後我真的很可怕一樣 我一整天都很公主 除了早上是公主型的孕婦之外 其他時候就是一個 你早上的時候是在床上的公主 那我會走路之後就比較好了嗎 沒有啊 因為你看著會走路之後 你就會喜歡跟著我後面 我覺得你非常的 可是我又不能這樣講說 你可不可以去那裡做好 你這樣趕快到我 如果這樣講的話 你就會說 可是我想你 我剛剛都沒看到 就覺得你早點出來不去看到我了嗎 啊你鑽在那裡看到我啊 不一樣 就是想要看我在幹嘛 然後試圖想要表示說 我可能也可以幫一些什麼忙 不知道為什麼你一直散發出一種 我可以幫忙 對 可是其實你幫不了什麼 其實我跟狗是一組的耶 我每次從這裡移動到那裡 後面都會帶兩隻 就是你跟萬歲 然後跟萬歲 然後 如果走在家裡的走廊的時候 如果他要轉身 一轉身之後 就後面就跟著我 跟萬歲 感覺又沒有用 這一個路徑就是 你不能走錯路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要收到那裡 你不能忘記拿 或是你不能拿錯 因為你拿錯走到一半突然想到 然後你一個轉身 會這麼多步 所以你兩步他試過 還有獅子腳 對 好煩喔 然後你們就會 維持在一個很微妙的距離 所以你說走路比較好嗎 呃 比較可愛啦 我們在家差不多就是這個掉掉了 對 外出的話呢 你外出有比較公主嗎 沒有 你就正常了 我意思 好像我做給別人看一樣 不是不是 你在家裡基本上是公主 以及會走路的工作 但是其實你是會工作的 影片啊 或者是文字類的東西 你還是會工作 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他讓我承受一個 好像有另一半 但是在懷孕的人 但是不用做任何家事 其實有點像 以前單身女性的感覺 可以家管的那一種 嗯 單身的時候 其實你的生活很簡單就是工作 然後跟你自己 然後顧你的感情 你就好了 我就工作 顧好我自己 跟我的感情之後 我就我跟你的關係 其他我就都不用管 只是外加一個懷孕 你讓我很像單身 那叫單身女性嗎 那個不叫 那個叫做 未婚女性的那個感覺 對 家裡的事情我都不用管 我只要顧好 我會用到的空間 例如說書房 或者是我睡覺的地方 就是很輕鬆 出門就還好 就恢復正常了 你出門就沒有那麼多架食 對啊 出門就沒有那麼多事情可以做 重點 就是家裡其實事情是非常多 對 欸如果有那個 家庭主婦 我們懂你的心情 偶爾出去大家平時可以轉換一下心情 我覺得很好 就像假日晚上 會很多家長帶起來出去吃飯 就是不想喜歡 類似這一種 找一件事情是好的 對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 既然你走路開始就會比較恢復正常 你能不能早點起床 這是你要呼籲我的事情 對 其實還有什麼特別要忽略的嗎 沒了 就是早點起床就好了 好 今天會拍這支影片就是 其實我是要衷心的感謝你 但我也真的很想訪問你 為什麼願意做這麼多 讓我覺得非常的幸福 因為我覺得你懷孕真的很幸福 就我可以感覺到 你就是真的不舒服 你有時候就是會 自動坐下來 揉一下腰 不會這樣喔 對你會揉一下然後就放好了 代表說你只是要調整一個 你腰的角度 你比較舒服的時候 你就覺得OK了 那個其實都是你下意識的動作啊 謝謝小狼 這段時間的照顧我好像一個公主一樣 嗯 沒問題 那我們等人家就繼續靠你在一陣子 好啦 那這句是分享給大家 我懷孕期間另一半是如何照顧我的 跟我如何也要維持我的工作的狀態 整個家裡如何維持一個平衡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想要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 我們的平衡就是不平衡中的平衡 沒事啊 你有維系感情我覺得很好啊 所以我是那種婚前的女性照顧感情 你就會很開心的坐在那裡找 等一下去哪裡約會 我就是還讓你有戀愛的感覺 好啦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鍵分享 我想說掰掰